哦,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日程安排是到东京湾旁边的九里滨 那么九里滨正是1853年和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黑船到达日本的地方,登陆的地方 那么在这个后来被称为黑船事变或者说黑船事件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间 其实美国跟日本方面的交涉 当然美国的目标是要催促或者说逼迫日本开放它的门户 那么在主要当时是最后的协议是开放夏田和韩馆 当时叫湘馆这两个地方 那么整个的交涉过程当然跌宕起伏 整个的交涉过程充满了一些戏剧色彩 那么日本人从来其实锁国已经两百多年 那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怕的一个军舰这个战船 那么整个的过程中间其实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中国元素在发挥的作用 比方说佩里专门从广州广东请了当时的汉学家 一个非常著名的传教士 卫三卫 Samuel Williams 那么担任他的翻译 那么同时这个卫三卫又在第二次到日本的时候 请了一个广东人叫罗森 或者说罗象桥 那么担任他的翻译助理 那么罗象桥在整个的日本过程中在这个这个这个过程中间 那么罗象桥在整个的交涉过程中间也起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作用 其实充满了亲善色彩 他一个月就写了五百多把善子 跟日本的方面进行一些个文字的交流 于是同时他还把自己的随身携带的手稿 就是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的这个手稿 那么让日本方面看 日本方面偷偷的把它操录下来 那么成就了一本特别重要的涉及到太平天国历史的一个著作 叫满清祭祀 那么后来罗申回到中国以后 回到香港以后又出版了他的日记 在整个日本过程中间的日记 今天我要赠送一本我的日记 这个罗申的日本日记赠送给他 上一次到 其实我这一次已经是第四次到这个黑船事件的这个地点 九里滨当那个那个地方 沿海岸树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碑 伊藤博文提写的 北米利坚 海军提督 佩礼 佩礼登陆纪念碑 是伊藤博文书写的 同时旁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佩礼的一个纪念馆 日本方面对于打开他们国门的西方这个这样的一个军人 还是极尽尊重和这个这个这个纪念之能事吧 那么他们的纪念馆里边稍微缺一本这个罗申的日本日记 我就我就上一次来的时候我就答应我说回去以后一定帮他们搜集一本 今天终于可以把这本书送给这个这个佩礼基电馆 稍微丰富一下他们的馆藏或者说陈列 今天我们的日程就特别的有趣 好 那么走向走向世界从书 那么这套从书陆续的在八十年代初就出版 是由岳路书社当时的总编辑中苏何先生主持 中先生非常非常了不得的是他 收集各种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教刊 加批语加提要全每一本书前面写上自己的序言 那么成为不仅仅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外交历史 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当时的一些驻外使节 以及或者说其他的人物游历其他 这个西方和日本的一些心灵的感受 和他们对于非常关注的一些内容到底是什么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 所以钱中苏先生也一直关注近代的中西之间的文学文化的交流 那么钱先生当时应中苏何先生的邀请 就专门为这套从书写了一个前续 那诗言写的是非常有趣 他说走向世界这是很怪异的说法 难道说我们不就是在世界里边吗 我们走向世界到底走到哪儿去 你走不走向世界你也在这个世界其中 但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和一个开放的国家 在这个世界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一个它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中国人是如何去慢慢的去理解西方 理解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文明 其中我想湖南人郭松涛先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例证 可以说郭松涛是少有的那种特别能够非常公允的 非常理性的去对待其他的文明 比方说他在他的伦敦巴黎日记里边 非常坦诚的表达了他对于西方文明 在传统儒家所追求的那些价值方面 西方文明其实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人们人人与人之间都是非常谦和 君主的权利就得到了议会的限制 他也观察到了这个议会中间的政党斗争 但是这种党争跟传统中国的党争并不一样 他甚至得出结论 其实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半文明的国家 或者说半野蛮的国家 而其他当然有些文明是全野蛮的 郭松涛去关注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 那么他对于司法制度的一些看法 有得到了跟当时留学英国的 严富的一些印证 那么他跟严富之间的交流 非常非常的饶有兴慰 严富在他的书里边说 他严富刚刚到英国的时候 就到英国的法庭去旁听法庭的审理 就是几天下来 他好像病了一场一样的感觉到 他说一下子西方文明的一种根源 它之所以能够这么发达的根源被发现了 那么郭松涛先生就问说 你发现的是什么 连富说是他们的法庭 他们的法庭上面每天都在伸张功力正义 这样的国家不富强 那是绝对是一件怪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那么对于日本来说 也面临着一个近代以来的西方挑战 这种挑战跟中国发生的时间 比中国稍微晚一些 因为他们的锁国一直持续到1853年 那么1853年 其实相对中国的鸦片战争 或者说相对更早的 西方的一些商人传教士到广东 到其他的地方 那历史 中国的开放历史可能更早 但是实际上这种开放的后果 大家都走向了开放 但是日本的开放跟中国的开放不一样 因为日本的开放 尽管也被迫定立了 我们可以说是不平等条约 但是实际上没有经历过跟西方的那种战争 没有经历过战败以后的屈辱 没有经历过战败的那种屈辱 他不是说被打坏了以后 不得不定立一个城下之盟 而是说多多少少双方还是一种 一种一种采取了一种比较平等的一种立场 一种角度去定立了日美亲善条约 以及后来的相关的跟英国的 跟其他的英国跟俄国等等 他们都签定了条约 所以这样的一种开放的过程的差异 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因为中国你可以发现 其实从1840年一百多年来 那么每当大家想起西方的时候 都会充满了一种屈辱感 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仇恨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日本在这个过程中间就非常不一样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东京的很多的地方 在日本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他们不是在 他们不是在 还是充满了仇恨的对待西方 而是说 经常说 他在纪念 在每年还有黑船记 黑船登陆的那个日子 他们会游行 还有年轻人扮演成佩里 有年轻人扮演成 有其他人扮演成日本当时的官员 大家进行一个游行来纪念 纪念这个黑船世界 这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完全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当然近代的历史真的是特别值得去研究 我们有时候到了到达历史的现场会有一份不一样的感受 会仿佛又看到过去历史所发生的那些场景 今天我们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们现在再补充一点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日本为什么会能够和平的开放 不完全仅仅是建于佩里所带领的海军的那个军舰的正常下人 规模浩大 令人魂飞魄散的那种场景 而且其实日本的务府方面 他们其实认真地研究了相关的一些历史 尤其是邻国中国跟西方人交往过程中间的一些历史 可以说他们非常注意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搜集中国的情报 他们当然也非常的震惊 因为当时许多的对于许多的日本人来说 他们希望中国不要被西方打败 他们希望保持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完整性 当时有一本书的名字就叫存华戳敌论 就是中国要保存完整 以便戳败那些遗敌那些个西洋人 否则的话中国一旦失败了的话 那就存亡此寒 对于日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巨大的屏障 就会轰然倒塌 所以日本人非常震惊的是 为什么西方人到了中国 英国人到了中国 简直可以说是几千个军人就可以 说占领广州就占领广州 说占领南京就占领南京 这是让他们非常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 那么当然也是让他们知道 深深的知道 这个我们跟西方之间 确实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军事落差 那么佩里事件之后 过后美国的外交使节驻日本公使哈里斯 就专门有一次在幕府里边 在老中的一个客厅里边 跟当时的日本的高级官僚官员们 进行了一场演讲 这场演讲 持续的时间达到了惊人的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当然是主要是 翻译的时间比较长了 那么先是把英文翻译成荷兰文 再把荷兰文翻译成日文 这次需要有个曲折的翻译过程 哈里斯在 当时是在1859年 1858年 185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第二次亚片战争 或者亚罗号战争 正在战火燃烧到天津了 那么美国使节哈里斯 非常明确的跟现场的 日本的听众说 如果你们不开放 不跟西方国家保持一种 更加开放的一种 一种关系的话 那么中国的下场 就是你们的下场 所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 成为一个另外一种意义上的 日本的老师 就是一个不断的失败的老师 不断的被打败 屈辱的老师 日本人知道 哇我们老师都被打败了 我们做弟子的 也只好避免老师的那样的一种 重蹈老师的负责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特别特殊的 中国能够对日本的开放 所发挥的作用 那么另外一个 还有一种 一种可以说是解读吧 其实到底 到底西方国家会不会增打日本 比如说美国总统 其实给 佩里一阵这样的 那个命令 内部的命令 告诉他 绝对不允许他动武 不允许对日本动武 交涉过程中 无论怎么艰难 也不允许动武 但是这是内部的 佩里 虎卫雄妖的一个军人 当时正值盛年 那种 威夷 那种可怕的长相 对日本人来说 当然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 那样的一种 好像软硬兼施 他公然的威胁说 如果你们不允许我登陆的话 那江湖城 我随时就可以全部毁掉 然后日本人也 也搞不清楚他的底细 日本人为了 为了了解他们的 真正这个 他的心理 佩里的心理 甚至不惜 请在双方会谈的时候 甚至不惜在双方会谈的时候 请了一个妖术师 在幕后偷偷的观察佩里 然后读他的心理的活动 然后日本人也有点 摸不清对方的底盘到底是什么 反正佩里说 你们如果不开放的话 你们看我带了这么多军舰来了吗 这其实是一小部分 在纽约那个地方 还有一百多艘军舰在整装待发 我随时可以命令他们就过来 很快就过来 你们看得办吧 其实根本没有那些多军舰 都是在吓唬人 日本人最后没办法 只好第二次说 你们跟我们 美国人说 你们给我们运点粮食到产上来 然后日本人就请了 一帮的相扑 相扑运动员 一大帮的 那个请了一帮的相扑运动员 这个罗森在这个日本日记里边说 是肥人若干 肥胖的人 肥人若干 然后帮助他们搬粮食到船上去 那个相扑的人搬粮食 那真是200斤的麻袋 不换肩的 十里路不换肩的 活几肩的 把美国人挣的 然后那个幕府的官员说 我们国家都是这种人 好多人都是这种人 像我这种耳哥纳吉少 然后也互相之间 用尽了计谋 那么其实呢 日本之所以没有发生 跟西方的战争 跟西方的整体的布局有关系 因为说老实话 日本这国家 其实是一个 在西方人眼中 比中国那太小的一个国家 西方人主要的利益 是在中国 日本没有煤矿 日本没有煤矿 没有黄金 基本开采差不多煤了 然后日本没有大规模的种植园 日本的也没有什么 有这个有利于作战的那种地理环境 日本也没有 日本人也不吸牙片 特别讨厌 要吸牙片的话 可以可以赚他们的钱 他们也不吸牙片 但是日本人有些东西 是西方人觉得 这个厉害 因为地震 日本的地震 太可怕 日本的海啸 日本的瘟疫 我天哪 这个1854年 55年之后的三四年间 东京 横滨这一带的地震不断 有瘟疫不断的发生 导致西方人简直可以说是痛苦不堪 怎么到这样的一个国家来 所以其实从战略的意义 从各种角度来说的话 西方国家当时应该说 他没有打算给日本真的打起来 打仗 那么 中国是西方的主要目标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前面讲的一条是 中国是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借鉴 借镜 像一面镜子一样 告诉说跟西方对立 会有什么后果 但是第二个层面来说 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壁雷针 变成日本的壁雷针 本来一点都吸引到我们那个地方去 光光光的轰 但是日本这边就相对保持比较和平的一个状态 好 那么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可以说是日本之所以能够和平的跟西方定立这样的条约 跟它的内部的决策其实有关系 也就是说它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当时的情况非常非常麻烦 跟西方人交流过程中间 比方说第一线的在广东的两广总督 负责跟西方列强进行交涉 那交涉的过程经常会发生一些 比方说前线的人会不会把真实的情况报告给总部 你会发现他们经常报一些假消息 他明明打败了 他告诉打胜了 明明西方人非常强硬 他告诉说臣已经把西方给震慑住了 那么讨得皇帝的欢欣 在中央的决策层面上 其实也存在着非常内部的一种权力斗争导致的决策的混乱 有不少人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这种心态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并不陌生 比方说跟西方国家签约 签一个签就签呗 你逼着我签 我没办法 我打不过你算了 我签 签完了以后说就别执行嘛 就无所谓 再逼到头上来 最后又说 我再定了以后再又不执行 这样的一种 认真的去执行这个条约 你无论签订的什么东西条约 然后呢 你是否能够真正的去论证一下的 怎样的举措 对这个国家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说 决策层面上对国家利益的理解 是否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理解 到底 比方说 有于人时教授前不久的一篇文章 也提到了 其实就存在着保大清 还是保国家的问题 保了国家可能保不了大清了 这个 就是说一个利益 其含的利益 会把它变成一种 混淆为一种 对整个国家的利益 其实对国家的利益是最好的 可能不是对特定的利益集团 统治集团 这是一个 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说是 经常感同身受的一个 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在应对方面 就非常非常的适当 那么跟中国相比较 日本怎么去应对这样的一种 外来的危机 日本它的决策模式是怎样的 其实西方人开头也搞不大清楚 比方说 它的天皇跟将军 到底谁说话算数 将军经常会借口说 天皇那边有病了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决策 这种情况也有 但是大致上来说 将军其实是独裁的 将军是独揽大权的 跟天皇其实是不参与实际的决策 那么将军当然也在1853年那个时候 将军他也考虑到说 面对着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 他需要去进行一种 更加 具有一种协商式民主 我们打个引号的协商式民主 这种决策 比如说他给发了问卷 把美国的国书翻译成中文 翻译成汉语 然后发放给各个大明 发放给各个大明 让大明来提意见 大明非常坦率的提意见 告诉说我们到底赞成跟美国签约 还是不赞成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采取 下一步的应对的措施 是打还是和 那么在这过程中你发现 他有这样一种模式 文卷大多数都收回了 收回了进行统计 发现主张打的人还比较多 最后美打对幕府的声望 是一种伤害 但是实际上 他这个决策过程中间 你会发现他还是有 有他的一种非常 他有一种基础 有一种好像贵族们 君主跟贵族们协商之后 得出的一个决策 尽管我最后 你这个决定不符合我的愿望 但是你听取了我的意见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说进行一种全国动员的 一种可能性 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情况 基本上这都是强硬派 强硬派 对对 包括那个水库 那他这种意见呢 为什么不遵守 大多数人的意见呢 幕府 哎呀 幕府这个事儿啊 比较有意思 德川将军呢 他的统治的根基是 不是来自于天皇的授权 而是来自于他的武力 他的威严 叫玉威光 当时叫玉威光 经常当时日本的有一些人就批评说 这个将军整天威风淋淋的 好像是个人模狗样的 他其实 其实他就是那点武力 好像我们要服从将军 并不是因为他正当 他道德崇高 或者像中国科举考试那种文官 自己的道德文章显得很漂亮 不 你要服从将军 就是意味着我就是将军 你就要服从我 你不服从我 我老都打你 有大名要把那个子女啊 或者自己啊 来江户 那个制压 对对对 那个餐秦交代 或者餐秦交代 那套体制就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封建社会啊 这是真正的封建社会 天可也要在江户 有半年他的家人 他他要生活在江户 然后有半年回到自己的领地 然后呢 家人永远在江户这个地方 就是像人质一样的被扣在这 这就是德川家康开始就这个样的干法 啊 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一种 这是一种压迫私下的服从 但是压迫久了 大家觉得这个服从就是当然的 比方说参秦交代的时候 那些个大明们率领自己的遗仗 走着到到江户城 步行步行过程中间 有非常盛大的威仪 啊 全国各地的这个大明率领的遗仗 朝向江户方向行走 一路上所有的人见到都在旁边的人都要跪下来 然后这个遗仗通过 通过就到了江户去参拜 去拜见将军 那个将军其实也不大容易见得着 在那个我们看到的现在的那个东京的皇居 里边啊 神神秘秘的鬼鬼祟祟的 然后这帮人进去 进去看那个暗暗的光线的 目后 帷幕后边有个人影 那个就走过后一下子说 你们如何呀 然后我们如何如何 然后最后将军说 好 带点礼物 拿走吧 也是形式化的一点礼物 呃 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显示 一种武力的统治 武力真的叫武家 他们是武力的统治 但是 你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德川将军最后决定不能够打 因为你要论威仪 你要论武力 你这次遇到大个儿了 这次遇到比你神气的更多的 你知道 佩里 第一次登陆的时候 上来六百多人 六百多人 始终还有管仙乐队 管仙乐队 那个军乐团 军乐团 我的天哪 那个美国的海军是最讲究 立仪的 那个仪仗的 然后上来以后 那幕府那帮的人 你即便你拿个刀剑 拿着拿一把两把剑 那显得就傻帽一样 就是 这个奴民遇到上海人了 那真是 特别特别的 那种那种 相形建筑 那种那种 自己是污秽不堪 哎呀太差 太大 美国那种吓人 佩里 人家在夏淺那个地方 搭着那个 自己匆忙建成的 那个接待 在夏淺那个地方 建起来的接待室 然后前面有一些帷幕 佩里下定说 把那些帷幕都给拆了 就穆府那边 拆了算 那边加息兵没有来 对吧 将军没有亲子 其实这个将军统治员 也是参照了政府的模式 是老中文 其实是 那个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有他的塑像 那个这个地方的伊豆手 伊豆这个地方的 这个军手 就等于是 一个 可能应该相当于一个 对 是董都级的官员吧 然后跟美国方面谈判 开头的话 请了一个更低的人 派了更低的人 跟佩里交涉 佩里 你看这小子 就不像个大官那样的 自己谎 称自己是很高的官 这都是他们的 一些非常有趣的 一些细节吧 佩里 大踏步的进入到谈判厅 在日本的谈判厅 是要提前脱鞋的 你不能穿着鞋子进去 破 佩里就穿着军绪 光光光就进去了 哦呦 日本人简直是 没见过这么可怕的人 然后这种情况下边 你知道 德川家 将军 这个德川家 刚刚他创立的这套 将军的系统 他依赖武力 依赖自己的威仪 这个佩里 这个一看 我天哪 如果被他打败了的话 这一仗的失败 足以让他的威风扫地 这打不起 这个仗打不起 所以尽管有一些大明 他提出反对意见 但是将军最后还是决定 不能够打 以于国门之外 对对对 不能打 所以就是开放了两个党口 这就是 这个条约